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圣经的话语 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灵粮 我们知道在灵里面我们不空虚 我们不干渴 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从你这里 引起到爱的灵粮 我们明白从圣经的经文里面 我们明白我们怎么样做人处事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 能有更好的来彰显你的大爱 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福音的道理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称 阿们 好 请同工注意一下我们那个录音要开启 好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呢 现在讲的这一卷书叫Joshua The Book of Joshua The Book of Joshua是约书雅记 约书雅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是在摩西以后取代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叫约书雅 好 Joshua The Book of Joshua 他是六章九节 六章九节 这个六章九节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第八节讲些什么东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前面约书雅 因为上帝有透过他告诉老百姓一些事情 所以呢就告诉他们 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 这个吹号 就是在耶和华前面 在约会的前面吹号 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这个trumpets trumpets 第二行的seven trumpets 就是七个号角 喇叭号角都叫trumpets OK 好 blowing their trumpets 我们吹号角要有blowing这个动词 b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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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w 那个w就当没有看见 不发音 就是b-l-o blow blow blowing 就吹他们的号角 然后这个中间有一个神的约会 叫做arc the arc of the lord's covenant 好 所以约会呢 是在这些吹号角的人后面 跟随着他们的 我们来看第九节 the armed guard armed 什么东西armed 可以指人 可以指 比如说我们的警察 警察人员 警察叔叔是armed 这个arm呢 这个字呢 就是表示说 他们是有配备武器的 全副武装的 我们叫做armed the armed guard 这些guard呢 他们都是 这些guard呢 就是这种上 我们现在讲保全 保安人员啊 这个就是叫做guard 这些做警戒 戒护的人员 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的 the armed guard marched ahead of the priest 这些人呢 他们是走在 祭司的前面 ahead of 然后他们是大踏步的前进 这个marched marched不是我们一般的 小家碧玉的走路 这个march呢 是大踏步的前进 就像军队行进一样 行军一样 叫marched ahead of the priest 他们走在祭司的前面 who blew the trumpets blue是blow的过去式 我们前面看到 blow b-l-o-w 他的过去式叫 blue b-l-e-w 这个音好像我们蓝色 那个blue一样 blue blue the trumpets and the rear rear guard rear 我们有一个front 有一个rear 这两个词是相对的 一个是rear 一个是front rear是什么意思 rear是最后面的那一个 在后面 走在后面 the rear guard follow the arc ok 所以后面呢 队伍的后面呢 就随着这个约柜而走 跟着这个约柜一起走 all this time the trumpets were sounding 这整个军队行进的期间 喇叭都是要 炮脚要不停地吹的 不能停下来的 ok all this time the trumpets were sounding sounding oh you 注意那个 oh you的音声 ow sounding 这个喇叭都是响着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十节 but Joshua had commanded the people ok 这时候这个约柜亚 是有吩咐老百姓的 他说 do not give a war cry war cry do not raise your voice do not say a word until the day I tell you to shout 所以他要他们一路呢 是平平静静的 不要大声呼喊 不要高声的喊 不要喊 所以他说 do not give a war cry war cry 是怎么样 好像我们打仗的时候 那种大声的喊叫 不要不要做那种 大声打仗的时候 的大声的喊叫 do not raise your voice raise your voice 是提高你的声量 都不要 就是保持平静就好了 do not say a word 一个字也不出口 一句话也不说出口的 就保持安静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until the day I tell you to shout 你们要一直保持安静 一直到我告诉你可以大叫的时候 你们在大叫 哇 他这个战术是有别与别人 很不一样 打仗的时候 很多军队都是喜欢 也不是虚张声势 但是要撞自己的胆次 对吧 大声的呼喊 大声的高叫 但是Joshua的战略 是不一样的 他说你不要高声叫 then shout okay until the day I tell you to shout then shout 一直到我叫你可以大叫的时候 那么你在叫 好 so he had arc of the lord carry around the city 所以呢 他就有这个 耶和华 the arc of the lord 这个是指神的约会 神的约会 所以他叫他们 把这个神的约会 carry around the city 扛着这个神的这个约会啊 就绕着这个城走 绕着这个耶利哥城 一直走 一直走 circling at once 绕着他们走一次 记得吗 他有说前面六天是这样子 每一天是要绕成一周的 所以circling circle circle是绕圈圈 叫circle circling at once 绕那么一圈 每一天就像 抬着这个约会 在那儿绕一圈 circling at once then the people return to camp 然后这些人啊 士兵们 抬着约会就回来了 回到营帐里面 then the people return to camp and spend the night there 就在这个营帐里面 就住一宿 住一宿 tick up the ark of the Lord 然后呢 祭司又把耶和华的这个约会 抬起来了 他一早起来 然后紧接着 这个耶和华 这些祭司们 又抬着耶和华的约会 起来了 第十三节 the seven priests carrying the seven trumpets wand forward 这七个祭司呢 他们就扛着这七个 带着这七个 OK carrying the seven trumpets 带着七把这个号角 带着七把号角 然后呢 wand forward 走在前面 wand forward 是往前走 marching before marching 它是部队行军一样 它是大踏步的前进 before the ark of the Lord 在这个神的约会前面走 blowing the trumpets blowing the trumpets 我们一看就懂了 这个意思是怎么样 它在那里吹着号角 在前面前行 就是前导部队 吹着号角 大声地吹着号角 the armed men wand ahead of them the armed men arm arm是那些 全副军装的 全副武装的这些人呢 就走在他们的前面 and the rear guard follow the ark of the Lord 后面 所以他这个 这一群负责 这个保护神的 这个约会的人呢 他前面有一帮人 后面又有一帮人 后面有一个 the rear guard 最后的那一个 那个宝 那个 那个勇士 那个兵士呢 follow the ark of the Lord 最后一个人 他就是跟着这个 后面跟着的 就是神的约会 while the trumpets keep sounding 在这一路上面 这个喇叭是都不响的 都不停的 不停的 不停的吹 不停的吹 keep sounding 不停的吹 so on the second day 第二天呢 他们怎么样 they march around the city once 他们又绕了城一周 一样的道理 就这样绕城一周 好 回来又回到军营里面 return to the camp 回到军营里了 they did this for six days 就这样 每天出去绕一圈 扛着约会出去 吹着喇叭 还有士兵保卫着 好 这些卫士们 就这样子 每天绕一圈 绕成一周 每天绕成一周 好的 第十五节 on the seventh day seventh 时间现在来到了 第七天 they got up at daybreak daybreak 是什么意思 daybreak 是天刚亮的 破晓的时候 我们叫daybreak 天才刚刚亮 蒙蒙亮 才刚破晓 他们就起床了 march around the city 他们又绕着城市 又走了一圈 seven times 第七天 注意啊 要到七圈的 要到七圈 seven times 七圈 七次 in the same manner 用同样的方法 manor这里 还有礼节的意思 因为他们 整个这个做法 这个仪式 这个礼节 这个是有 有特殊的规定的 叫manor manor 我们在餐桌上 吃饭的时候 我们说要注意 餐桌的礼节 叫table manner 所以manor 通常都是指 一个人的行为 举止 礼节 有关系的 well 这个呢 是他们的 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礼节 就绕了七圈 except 除了什么 that on that day they circle the city seven times 基本上呢 都是同样的仪式 同样的礼节 没有问题的 除了 except 除了怎么样 他们这一次呢 第七天 是要把城绕了七次 这一点是跟前面六天 不太一样的 ok 好 再来看第十六节 the seventh time a run 在第七次的时候 绕一次绕两次 绕七次 在第七次的时候呢 when the priest sounded the trumpet blast 这个时候啊 这个 a priest 是指那些 祭司们 sounded the trumpet blast 特别把那个号角 吹得特别特别的小 blast 是指他吹号角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小 Joshua commanded the people 这个时候Joshua说话了 他就开始命令 他的人民 他说 shout 大吼 大家呼喊吧 大喊 for the lord has given you the city 大喊吧 因为 为什么 大声呼喊吧 这就是你的了 好 第十七节 the city and all that is in it are to be devoted to the lord 好 他说这所有 这个城市 还有所有 在里面的东西 ok the city and all that is in it are to be devoted 被整个 怎么样 to be devoted to the lord 要整个 devoted 是专注的 献于 ok 献给什么人 这城里面的所有的一切 包括这个城 都是献给我们的耶和华神的 所以 除了什么人以外呢 only rahab rahab the prostitute 除了 拿和这个妓女 and all who are with her 还有跟他在一起的 在他的房子里的 跟他在一起的 他的家人 他的家族的人 shall be spared spared spared是指什么 spared是指他被 被 被保全 起来 保全生命 我们叫spared the life spared the life 所以意思呢 就是说 除了这个 哪和妓女 还有跟他在一起的 他的家人 这些人 在他房子里的 可以be spared 被保全 性命 其他所有 城里的一切 一切 通通都是 devoted to the lord 通通献给神 意思就是怎么样 全部都给灭了 全部都是灭掉的 because she hit the spies we send 因为 哪和这个妓女呢 她怎么样 她 躲藏 她可以 隐藏了 帮助了我们这个 派去的这些探子 先前的时候 Joshua派去的探子 哪和把他们都隐藏起来 把他们藏起来了 所以呢 因为这个缘故为了报答他 所以他们的 他们家人的生命 可以被保全下来 but keep away from the devoted things 但是要小心啊 这些呢 所有其他被灭了的东西 就是包括 该死的这些人 牲畜 所有你所想象得到的 这些东西呢 keep away from 就是你要远离那些 已经献给神的东西 就是那些必须要被 毁坏的东西 要被 要被灭了的东西 我们叫做 devoted things so that you will not bring about your own destruction by taking any of them 所以告诉他们说 你要避开这些 避开这些东西 这样呢 你就不会怎么样 you will not bring about your own destruction 你就不会给你自己 带来灭亡 destruction是灭亡的意思 by taking any of them 当你去拿这些 所有的 其他的城里面的 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至于 让自己遭受灭亡 otherwise 否则的话呢 you will make the camp of Israel liable to destruction 不然的话 你就会怎么样 make the camp of Israel make the camp of Israel 指的是以色列的帐篷 以色列的军营的帐篷 liable to make什么东西 liable to 也就是说 他必须要 他被连累 他被牵连 他被要求 对什么事情负责 我们叫做 liable to make什么东西 liable to 不然的话呢 就是会让 以色列的这些 军营里的这些人 这些 就必必须要为 这整个的毁灭 负责任 被牵连到了 liable to destruction and bring trouble on it 这样就会带来怎么样 trouble这个地方 指的就是 麻烦咒诅 因为这整个城 全部都要被毁的 除了喇合 跟他的 妻女喇合 跟他的家人以外 全部都要被毁 所以呢 要很小心 不要接触到这些 该要被毁灭的东西 不然的话 你就会给自己 带来trouble trouble就是带来麻烦 带来诅咒 咒诅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第十九节 all the silver and gold 所有金啊 银啊 这些宝贝 silver and gold and the articles of bronze articles 物件 任何的器皿 物件 叫articles of bronze bronze呢 指的是器皿 这些铜的器皿 叫bronze and iron 还有铁的器皿 铜啊 铁 这些贵重金属 在以前看来 都是非常重要的 silver and gold 这些银的 金的 bronze 铜 iron是铁的 are sacred to the lord 这些所有的器皿啊 金属的器皿 都要怎么样 被成圣 然后归给耶和华 为圣 所以凡是要献给耶和华的 这些都要被毁灭 都要被献给耶和华的 全部都是圣洁的 成圣 and iron are sacred let me see and must go into his treasury must go into 进入 必须要进入到 他的宝库里面去 这个treasure 就是他的收藏宝贵物品的地方 他的宝贝库 宝库的地方去 像我们 我们都有什么东西 我们都有保险柜 我们什么 宝库 地窖 什么这类的东西 就是treasury 所以这些宝贝的东西 贵重金属所做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都必须仔细收藏 so you 进入了耶和华的宝库中 OK我们来看二十节 when the trumpet sounded 当这个喇叭 这个号角 哇开始吹响的时候 the people shouted 哇大家就大喊了 大声大叫 and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at 这里有一个at at OK and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OK 就是听着这个 就是就着这个 喇叭的声音 号角的声音的时候 OK 配着这个声音 就是at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就着这个声音的时候 when the people gave a loud shout 大家 老百姓们就大喊 呼喊 大声的呼喊 然后呢 the wall collapsed collapsed OK这个 collapse lapsed lapsed 再加一地 lapsed collapsed collapsed呢 是就是指这个墙就坍塌了 就倒塌了 就像那个梦江女哭倒 什么长城一样的道理 墙整个就坍塌了 so every man charge straight in 所有的人 就怎么样 charge straight in straight in 直接的进入 这些 每一个人 一看 哇根本不用打了 城墙自动就倒塌了 所以所有的人就直接进入城 进入城里面去了 and they took this city 他们就这样 夺取了这个城 就根本不费一枪一弹 是吧 完全不用费任何力气 城墙自己就倒 就倒了 所以这个中间里面 trumpet 吹喇叭 是一个关键 吹了喇叭以后 大家大声一喊 嗡嗡一声 就把城墙都给吼倒了 城墙就坍塌了 然后呢 就很容易就攻陷了 人就打进去了 好 21节 they devoted the city to the lord devoted 是把它献上 对吧 所有 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献上 也就是 全部都杀了 OK 就是把他们 只要是活物 都宰杀了 这个就是献给 耶和华了 they devoted the city to the lord and destroyed destroyed with the sword destroyed 毁灭 他们如何毁 这些人活的东西呢 他们用他们的刀 sword 他们的长刀 every living thing in it 所有在城里面 活着的东西 在这个城里 只要是活的 有一口气血在的 全部都毁了 men and women 好 男人 女人 young and old 年轻的 老的 cattle 牛 sheep 羊 还有什么 donkeys 所以你想得到的 这些 所有的动物啊 人啊 牲口啊 全部都杀了 都用刀杀了 Joshua said to the two men who has spied out the land 这个时候 Joshua就跟两个人 说话 这两个人是谁呢 就是spied out the land 他们是做探子 当初去做探子 spied 这个地方 是做动词用 who had spied out the land 去做探子 来探查这个城市的 go into the prostitute's house 你们去那个 the prostitute prostitute 是那个妓女 到那个妓女家里去 指的就是那个 喇合的家里面去 and bring her out and all who belong to her 把她带出来 从房子里带出来 还有什么 还有所有属于她的人 她二姑妈 大表姐 她爷爷奶奶 反正跟她在一起的人 她的亲戚 在同一个房子里的 都给她带出来 in accordance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根据什么 with your oath to her 就是根据你们跟她 所发的事 当时双方就有 合作的 同意的 就说 只要我们攻进去的时候呢 哪和 这个他们家 窗子上挂了红绳子 那个作为记号 他们家房子里的 所有的人 都不能杀 不能灭的 所以你们这个时候去呢 把哪和带出来 还有跟她在一起的 属于她的家人 都带出来 这是根据他们的 当初的誓言的 根据他们当初的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oath to her 你们的 发的誓言 OK 二十三节 so the young man who had done the spying went in so the young man who had done the spying 指的是 那些年轻人 什么年轻人 当时被派去 做这个探子的年轻人 who had done the spying 他们去完成 这个探勘的工作的人 就进去了 went in and brought out rahab 他就把这个rahab 带出来 brought out 注意这个brought 是她的过去式 原型呢 是bring b-r-i-n-g brought out rahab her father and mother and brothers 带出来 同时带出来的 还有什么 还有她的爸爸 她的妈妈 还有她的兄弟们 都给她带出来了 her entire family entire 是全部的 whole family entire 是whole family her entire family and put them in a place outside the camp of Israel 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以色列的军营外面 以色列的营帐外面 这个地方特别安置 他们一家人 他们家人是幸存下来 没有被杀的 没有关系的 其他的人 通通都解决了 好 我们来看24节 then they burned the whole city 哇 这样子还不够 把人同已经带出来了 把里面的人都杀光了 里面的牲口 也都杀光了以后呢 还要做一件事情 they burned burned是烧尽 把他们全部给烧了 整个城市 全给他烧了 and everything in it 所有城里的东西 也一律都烧了 就是屠城啊 全部啊 不只把城 里面的人 牲口都杀了 而且同时 还要烧这个城 把城里的所有东西 全给他烧光 烧干净 but they put the silver and gold and the articles of bronze and iron into the treasury of the lord's house Lord's house 最后的几个字 Lord's house 指的是 神的圣殿之中 耶和华的圣殿之中 耶和华的圣殿之中 有一个地方呢 是叫做宝库 treasury 这个是专门 有人献祭的时候 献宝贝啊 或者是 什么礼物啊 什么这个的话 这个都叫做 treasury 所以他们就把城里面的 这些所有东西 人都给杀了 涂成 烧成 以外呢 还要把里面的 贵重金属 像silver gold and the article of bronze and iron 所有的银的 金的 bronze是铜的 iron是铁的 这些都是 在古代都是属于 贵重金属 把他们拿出来 搅到这个 耶和华的宝铺之中 好 那就归神了 就给他收起来了 but Joshua spare rahab spare 这个字就是 保住了 什么人的性命 要用这个动词 spare Joshua就保住了 rahab the prostitute 他把这个 rahab的命 给保住了 with her family 跟他的家人 一起 还有什么样 all who belong to her 还有所有属于他的 所以属于他的 比如说属于他的奴仆啦 属于他的 什么牲畜啦 这些活的东西 都属于 这些都保住性命了 because she hid she hid the main Joshua hant sent the spies to Jericho 为什么呢 再次停一下 他跟以色列人士 有特殊的约 因为当时 以色列派人去 进耶利哥城的时候 有一群人士 去做探子 专门去探勘 实际的情况的 拉赫 就把他们给 藏起来了 因为把他们藏起来了 所以这是一件好事 OK 他为耶和华做事 所以就保住了 他的性命 And she lives among the Israelites to this day 拉赫呢 也就一直住在 以色列人之中 一直到这一天 到他写作的这个时候 一直到今日 拉赫他们都是 一直住在 以色列人中 虽然他是 耶利哥的人 他是不属于 支派的人 同族的人 但是呢 因为他为以色列人的探子 保住了性命 所以他自己的性命 也被耶和华给保住了 好 26节 OK 26节 At that time 在那个时候 Joshua pronounced his solemn oath OK Solem oath 注意这个时候 pronounce 只是正式的发布 从他的嘴巴里讲出来 耶和华人呢 就叫 叫所有 就正式的 OK 宣布了他的 Solem 而 Oath 是他非常 庄重的这种誓言 Oath 是他发誓 他的誓言 这誓言怎么说的 Cursed before the Lord is the man who undertake to rebuild to rebuild the city OK Cursed 这个地方就跟我们前面有的句子是 Blessed Blessed OK 所以或者是 All OK Blast的就是说后面的什么什么人有福了 对吧 好 这个地方Cursed 意思就是说后面的什么什么人呢 就会受到咒诅 OK 好 咒诅谁呢 Before the Lord is the man 在神的面前 我们现在来咒诅 OK 在耶和王的面前 要受咒诅 是谁呢 is the man who undertakes to rebuild the city OK 那个人呢 就是在 兴起 而且呢 怎么样 Undertate to rebuild the city 而且去 重新建造这个城 耶利哥城的人 就会受到咒诅 at a cause of his firstborn son OK 他立根基的时候 他的firstborn son 我们知道是他的投胎的长子 his firstborn son well he lay his foundations OK 所以他的at a cause of 要付上什么为代价 at a cause of 他要付上他投胎长子 作为代价 well he lay this foundation 当他在怎么样 在重新建 打地基的时候 重新建耶利哥城的时候 这个立这个城的 根基的时候 他的长子就会牺牲生命了 丧命了 就会牺牲生命了 所以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他的长子 at a cause of his youngest well he set up his gate 所以不止长子 要被杀掉 他的幼子 他最小的一个孩子 最小的宝贝儿子呢 也会有事 什么时候有事呢 在他把那个城门给建起来 安放那个城门的时候 这个他的小儿子 也会出事 所以一个长子 一个幼子 OK 最小的孩子 最受宠爱的 两个都会有问题 长子呢 是在 这些都是在耶和华面前 所受的 咒诅 在 重新修建耶利哥城的时候 在耶和华面前 就要受到咒诅 OK 他在给这个城 打基础的时候呢 做城的根基的时候呢 那长子就会丧失性命 那么他在安放这个城门的时候呢 他的幼子也会损失掉 也会安放 也会产生性命上的威胁 OK 好 我们来看27节 So the Lord was with Joshua So the Lord is with was with Joshua 所以呢 耶和华神一直都同 约束亚同在 with Joshua And his fame spread throughout the land his fame fame 注意是m结尾 fame 地纯 his fame指的是他的名声 他的声名 哎呀 太伟大了 太有名了 他的声名呢 就spread 整个分散出去了 throughout the land throughout 是片级 片级 整个地上 全地 太厉害了 所以他的名声呢 就到处都响亮 OK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27节 在这个地方停下来 好 然后我们把屏幕给让出来 交给同工 然后请同工 屏幕的同工准备 然后请这个主持人员准备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在今天 一起 与你同在 神啊 感谢你 你与我们 降下圣灵 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学习 今天的经文 我们渴望今天 弟兄姐妹的 灵里面 他们的双眼可以给打开 他们的脑子可以给打开 让他们来接受更多福音的道理 让我们明白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做的一切 读圣经这件事情 都是讨神喜悦的 因为神非常喜悦 听到我们读经的声音 感谢神 我们要为今天的网络事工来祷告 渴望今天的网络非常通畅 我们也为今天的老师们来祷告 希望今天领我们读经的老师们 可以爱心和耐心来帮助我们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 感谢神经病 很多人都不愿意 我认为 跑来的 不够 成超え 双眼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继续 我们来说